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张哲瀚代言不断 同时走红的龚俊也不多逞让 然而有网友表示 两人的代言多次壮行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品牌方故意为之 譬如龚俊刚代言了雪花啤酒 张哲瀚则马上代言了燕京雪露系列 而龚俊是卧龙坚果的品牌大使 这边张哲瀚也接下了白草味的品牌大使 同类型的产品多次壮行 确实很难让人不做联想 不过粉丝却表示 与其说是壮行 不如说是互补 燕京主营南方人民 雪花主营北方群体 且雪花也是成都本地品牌 找成都人龚俊代言再合适不过了 在走红初期呢 两人曾多次共同代言同一款产品 如今两人开始分开代言 却并驾齐驱 起头蹦进 事业发展的有声有色 浪漫听粉丝们都十分的欣慰 在一路接网支持两人的同时呢 大家也都希望他们各自努力 今后再更高的顶方向见 才不负如今的生命 你觉得两人代言壮行是巧合 还是品牌方故意为之呢 你有支持过两人的代言吗 他们性格穷异 但却同样帅气 在八九言欢迎相互扶持 砥砺全性 蓬佛正义 有小情意不够的达意 看惯了男孩女孩的狗血桥段 这样的设定如何不让我知名 正是这样多少点雷同的设定 让大家去一火再火 如今已经塑造了几队高人气CP 第一队当然是当下最火的浪浪丁CP 在今年之前 张哲瀚还是演员工会榜单上的三线演员 龚俊更是榜上无名 如今两人却是席选各大榜单的常客 一部单改剧让他们的人气早就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要论底组还是不能够落下陈情令 肖战和邦一博仍旧是位于娱乐圈顶流的两位男星 即使两人目前暂无交集 单大独斗依旧业内人气的翘楚 当然还一对早于山河令和陈情令的 那便是《镇魂》里的朱一龙和白羽 朱一龙凭起此剧也成功起身于顶流行列 在镇魂之后 他拍了不少佳作 巩固了地位 如今作用三千多万粉丝 事实利于偶像的结合体 但想对他而言呢 白羽的人气则稍嫌落后 究其原因呢 网友表示是白羽形象过于糙了些 明明是90后却续着一嘴胡须 不过粉丝表示 他不过是低调地转了形而已 2020年他出演《玄遇界》 《沉默的真相》获得中国电视好演员 优秀演员 2021年友情出演 浮萍宫间剧《山海情》 都可以看出他的戏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逐渐向证据靠拢 只能说每个人的发展路线大不相同 单改剧只是他们的一个跳板 未来的路他们都有自己的方向 如今单改剧再度来袭 《沙破狼》 《浩衣型张公案》都呼之欲出 不少网友表示可能是为审美疲劳 加上为了过神可能会进行魔改 面目全非后早无援助当中的感觉 那么问题来了 纵观这么多部单改剧 你心中的经典之作是哪一部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